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16号星期五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 突发 国安 网信办 还有七个 七个 部委 联合进驻滴滴 调查 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数字人民币 累计交易345亿 另外一个就是各地强制接种疫苗到底是谁干的,我们今天讲的三个题目 先说滴滴,滴滴这件事情我们持续在跟进,这是个非常好的案例 就是所有做生意的人都要知道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是怎样发生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案例 网信办7月16号发布公告 网信办 公安部,国家安全部 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 税务总局 市场监管总局,七个部委联合进驻滴滴 那么开展网安全审查 这所谓的联合进驻,联合进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非常严重的事情 你想一下当政府部门跑到 跑到你们公司来的时候 这相当于什么 这就相当于公权力啊,公权力跑到了你的公司里面来 你是没有办法抵抗 没有办法抵抗,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脱衣服收身 他不仅仅具有侮辱性 而且是有安全威胁 拔手举起来,把衣服全扒光 大概是一件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说明什么 说明滴滴命悬一线 命悬一线 这是上市两个星期之后,滴滴第五次出现在监管处罚的名单上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蚂蚁集团去年11月 上市搁浅之后 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银保监会,外户管理局两次联合约谈 这个蚂蚁 蚂蚁集团 那么去年12月,成立了一个联合调查组,进驻 蚂蚁集团 蚂蚁集团后来是发声明否认 但是这其实没什么否认 这个联合调查组 鬼都知道在那里 只是呢 我相信蚂蚁集团是跟人民银行勾兑一下 说我们影响很大 我们就否认一下,反正人民银行也不出来否认 是蚂蚁集团自己否认 那么他进驻蚂蚁集团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向他施加压力 要求他接受一个特别的安排 就是把蚂蚁集团由这个金融科技公司 转为金融控股公司 蚂蚁集团是不愿意的,为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金融控股公司它的适应率是没有办法跟金融 科技公司 相提并论 这是蚂蚁集团为什么有这么高的估值的原因 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金融控股公司 他有非常严厉的监管措施 而金融科技公司根本没有这类的监管,所以两者天元之别 所以 这种调整发生之后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蚂蚁集团的这个估值将会大幅下降 有没有一半应该都不知道 现在的情况 所以同样的事情 发生在这个滴滴的身上 那么我们大概捋一下,从7月2号开始 滴滴是6月30号上市 那么7月2号 网信办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 发布公告 这个对滴滴出行实施 网络安全审查 那么期间滴滴出行停止 新用户注册 这是第1个步骤 第2个步骤7月4号 网信办下降 滴滴出行APP 然后理由是严重违法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 这是第2个 第3个 7月7号 市场监管总局,那么22起 投资并购 没有申报的处罚案 那么滴滴 8起 罚400万 7月9号 因为严重 这个网信办下降滴滴旗下的25款应用APP 理由还是一样 就是 违规收集个人信息 25款 包括什么呢,内部社交软件啊 车队管理软件等等 那么现在滴滴就成为 去年6月份 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以来第1个 被公开审查的企业 那么根据修订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 滴滴将面临45个工作日或者更长时间的这个网络安全审查 那么滴滴回应说将会积极配合网络安全审查 随后 这个中美两地都发有多家这个律师 律师事务所 这个宣布 代表这个股东发起针对滴滴的集体诉讼 那么当然滴滴被网络安全审查之后 一个月之内在美国上市的这个 满邦集团 和招聘 招聘平台BOSS职聘 也被这个网络安全审查 这件事情滴滴事件发生之后 有两家公司已经递交了上市申请 招股书都出了 一个是KIP 就是健身软件 一个是出行软件 跟这个很像 跟这个滴滴很像 叫哈罗出行 他们已经交了这个 交了招股书 停 上市程序停下来 然后呢 还有谁呢 还有医疗大数据 叫林克科技 还有这个喜马拉雅 就是课程分享 都宣布放戏 不去美国上市 7月6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 然后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一个 关于依法从严打击 证券违法犯罪活动的意见 提出两条 第1条 对这个中概股要进行监管 已经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进行监管 第2个 这个 国务院要这个设立一个 对股分制国内股分制企业去境外上市 要加强这个协调管理 也就是说要审核 然后7月8号 这个路透社透露 说这个中国证监会 将会成立一个专门的部门 审批中国企业 海外上市的申请 到了7月10号 国务院网信办 再出一个 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的修订草案 这个修订草案有几个 对原油的草案做了15个地方的修改 那么主要是 主要是涉及什么呢 涉及数据跨境潜在风险 重点是强调数据安全 那么明确规定 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商赴国外上市 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 这里面有一句话 很有奥妙 什么 就是国外上市 国外上市包括香港吗 好像不包括 这里面有一点不一样 那么所以呢 他在这个网络安全审查重点评估 可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的因素 修订草案里面特别加入了 数据处理活动和国外上市这两条 那么另外这个修订草案还在国家网络安全审查工作机制 原来的12个部委的基础上增加了谁呢 增加了证监会 证监会就是海外上市的因素 另外还有就是上位法加了个什么呢 加了个数据安全法 这就开始 开始把这个东西就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那么6月30号这个滴滴是用了三天时间 在美国上市 发行价是14块 我们看看现在跌了多少 之前呢跌了一下 然后又涨回来 涨回来呢 你涨回来就再出招 大概是这样 现在是11块9毛8又跌 跌了三个点 前两天是涨回来了 涨回来 那么 上市一个星期 上市一个星期 一个多星期吧 两个星期 跌了多少 14块 跌到12块 大概是这样 我们评价一下这个事情 第一个 滴滴这件事情完了吗 没完 还没完 这个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件事情 政府想干嘛 政府就是想施加压力 那么 迫使滴滴接受 滴滴的股东 或者是滴滴的管理层 迫使他接受一些条件 条件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这个方法跟当初的这个蚂蚁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啊 他把 政府把很多很多这个动作 拆开了做 比如下架 下架APP 他先下架这个 滴滴出行 然后再下架 下架这个 先是让他停止注册新用户 然后再让他下架 下架滴滴出行 然后再把25个跟他有关的这些应用全部下架 分了三个动作来 为什么分三个动作来 目的是什么 其实一个施加压力 那比如说这个 开始宣布 宣布网络安全审查 然后在 七个部位 同时进驻 那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其实是 你可以宣布马上进驻 他不 他分两次来 他其实是 一种 这就是施压的手段 这是第1个 他为什么要施压 当然我刚才讲 就是为了让他接受 接受一个安排 而这个安排到底是什么 内部的博弈 他内部就涉及到 内部的博弈 双方之间的博弈和工法 没有人知道 现在没有人知道 但是 而且他还有一个目的 什么目的 就是打压这个滴滴的股价 滴滴这些投资人手上握着一堆滴滴的股票 都憋着什么 憋着滴滴上市 赶紧套现 套现我就过了河了 那怎么办 政府的做法是什么 政府的做法就是 不让你套现 所以不断的出消息 不断的出消息的方式 就是让这个市场 不断的受到这个信息的冲击 那么这个信息的冲击意味着股价的冲击 股价你上不去 你在这个位置可以套现吗 可以 你不就别 你就要付出点代价 你看你愿不愿意 但是 以现在的成交量来看 就是 大家知道你滴滴不断的被打击 被打击 所以他成交量不多 原因是什么 因为买盘不多 买盘不多 你当然你这个时候出不了货 出不了货的因为是买盘不够多 你不信你这个时候你出货试试 你这一出货 现在就不是 12块 就不是12块11块钱的问题 你可能一出货 可能直接就去了2块钱 所以现在这个情况 滴滴的股东们 战略投资者们 都闷在里头 出不来 这是其中一个目的 把大家都闷在里头 闷在里头的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我闷在里头 我才能跟你谈条件 否则怎么能谈条件 所以滴滴这件事情反映了什么 反映了两点 第一点 大家知道 中共他做事情就是千疮百孔 但是他干坏事 他真的非常有经验 他事办不成 收拾你 他都会非常会 所以很多人觉得 中国市场 有钱挣 可以挣大钱 收拾你的时候 你就知道厉害了 所以这件事情给大家 就是我们会持续跟进这件事情 让大家看看中共怎么收拾一家企业 他要收拾 你想滴滴是一个这么大的企业 收拾起来 一样 这是我们 第1个主题 第2个主题是数字人民币 数字人民币 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说了 数字人民币 7月16号 人民银行 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组 发布一个白皮书 叫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 这个白皮书回答了一系列比较关注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也报道一下 他什么说呢 他主要是阐述 人民银行在数字人民币当上的基本的立场 阐述这个数字人民币体系的研发背景 目标愿景 设计框架和相关的政策 其实数字人民币是个非常简单的架构和技术 简单到有多简单 大概是什么概念 大概就是 一个研发团队用两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事情干完 人民银行干多长时间 人民银行是从04年开始 04年到现在已经 七八年了 数字人民币这件事情 从理论 到框架 到开发 其实是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当然 政府 中共啊 要把这个架子搭起来 就搞得很大的框架 其实里面东西不多 这个事你要交给 交给微信支付或者是支付宝他们来搞 我估计一星期就能搞完 然后我们来讲讲这个白皮书 白皮书的内容 2019年以来 人民银行在深圳 苏州 雄安 成都 这几个城市 进行了试点 然后 而且还要准备在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展这个数字人民币的试点 测试 2020年 去年11月开始 增加了 上海 海南 长沙 西安 青岛 大连 六个新的试点地区 那么截止到这个6月30号 数字人民币试点的场景已经超过132万个 覆盖生活缴费 生活缴费 餐饮服务 交通出行 购物消费 政务服务等领域 开立了数字钱包有 2087万个数字钱包 个人数字钱包 对公钱包是351万个 累计交易了7075万笔 金额约是345亿人民币 现在已经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就是已经发生了345亿人民币的交易 多吗 非常 非常少 对于这个支付来说 是一个测试嘛 测试不会很大 那么白皮书 白皮书定义这个数字人民币是什么呢 是 数字人民币是人民银行发行的 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 有指定运营机构参与运营 以广义 账户体系为基础 支持银行账户松偶和 功能 与实物人民币等价 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常性 有意义吗 这个定义有意义 但是其实没什么用 白皮书多处强调了数字人民币体现 数字人民币与现有支付体系的关系 他说呢 数字人民币主要定位是现金类的支付凭证 就是M0 与实物人民币长期共存 与实物人民币就是纸钞 纸钞和硬币 那么他里面说 他说只要存在对实物人民币的需求 人民银行就不会停止实物人民币的供应 或 以行政命令对其进行替换 什么意思呢 之前不断的有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提 说会不会 取消纸币 取消这个实物货币 他已经回答了 他说不会 也不会要求你强制你更换 而且他在这个白皮书里面也说 实物人民币的需求还是存在 每年还是有 还是有很多的实物人民币的需求的 然后他再说 在未来的数字化零售支付体系当中 数字人民币和指定运营机构的电子账户 资金具有通用性 就是 你电子账户里的钱跟数字人民币是一样的 共同构成 现金类支付工具 当然这目标是什么 目标就是为了实现 和现有的 第3方支付工具进行竞争 所以人民银行说 数字人民币与一般电子支付货币处于不同的维度 那么记户补也有差异 数字人民币是国家法定 法定货币是安全级别最高的 资产 其实这个都没有意义 为什么 第3方支付里面的人民币 也是法定货币啊 你数字人民币是法定货币 别人第3方支付里面的人民币 就不是法定货币嘛 所以他讲他 我们不同的维度 这就是官嘛 官就要这么说一下 所以他所谓的数字人民币的所谓的优势 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 数字人民币 和第3方支付 无论是微信也好 这个支付宝也好 或者其他的支付 第3方支付 他们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 什么问题 数据安全 你给别人黑了 不管你是人民银行还是微信支付宝 你都一样会遭受巨大的损失 数字 数字人民币钱包就出现过黑客的现象 所以 他讲这些都官嘛 另外人民银行 人民银行说 数字人民币支持 可控匿名 有利于保护个人隐私和用户信息安全 你看他用了字眼 这中共的这个 中共的这个话术 他叫什么 他叫可控匿名 可控 谁可控 人民银行可控 大家想一下 数字人民币 它是一个中心化的电子货币系统 中心化是什么意思 中心化就是 所有的数据 所有的交易都发生在一个体系里面 而这个体系有个数据库管理 然后有个电脑在运行 这就是数据 所有的事情 都会回到这个系统中心来 所以他叫 中心化的系统 也就是说 数字人民币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你对人民银行来说 那是透明的 人民银行知道你的任何事情 如果他想知道的话 就这个意思 白皮书着重强调 这个数字人民币收集的交易信息少于传统电子支付模式 除了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外 不提供给第三方或者是其他政府部门 他就是政府部门 人民银行就是政府部门 中国政府的铁拳 是中国人民最大的危险 什么第三方不第三方 关键是政府 然后呢 他说没有银行的 没有账户的市民也可以通过 数字人民币钱包使用金融服务 那么外国人在不开立中国内地的银行账户的情况下 也可以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 满足日常支付的需要 另外他跨境支付的问题 人民银行说 数字人民币具备跨境支付的条件 技术条件 但当前主要用于满足国内零售支付的需要 什么意思呢 就是条件是具备的 我可以做到跨境支付 但现在还没有开通 先搞定国内再说 2月23号金融管理局透露 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 和阿联酋 央行 加入了一项数字货币跨境交易的国际研究项目 这个项目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和台湾 泰国 泰国央行 在2019年联合发起 目的是研究跨境支付层面使用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 那么最重要的问题来了 数字人民币推出的时间安排 白皮书重申 不预设推出时间表 他说 第一要继续稳妥有序的推进试点工作 根据前期试点测试工作的情况 结合试点测试地区发展规划地方特点 进一步扩大试点测试应用场景覆盖面 实现特定试点区域内的应用场景全覆盖 第2个是推进 积极推进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法律法规的修订 第三 研究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 金融体系 金融稳定的深层次的影响 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 人民银行把数字人民币的框架搭那么大 其实这件事情不复杂 以第3方支付这么发达的今天 数字人民币老实讲 是一个相对简单的体系 当然它有一些法律上的要求 有法律上的要求 有底层数据的一些要求 但是以人民银行现有的权限 它不存在问题 所以我们就评价一下 第1个 数字人民币的出台 其实是有一个波动 就是说 2019年的时候 当时人民银行是在积极推 是希望能够尽快出的 2019年 所以你看2019年很多动作 都开始 开始出来 就开始出来这个 针对这个数字人民币 但是去年发生了疫情 然后经济又下行 所以数字人民币就 你看这个白币书 你就知道 数字人民币好像出台没那么急迫 这是一个 所以它出现了一些波动 所以现在好像看上去 人民银行并没有那么急迫 没有那么急迫的原因 我觉得跟经济形势有关系 所以在经济运行 持续下行的情况之下 仓促的推出数字货币是不明智 所以我觉得 人民银行的态度应该没有那么 没有像2019年那么积极 没有那么积极 这是第1个 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一个 第3 数字人民币毫无疑问会强化 中共的这个 数字极权工具 这是没有疑问 这个大家都很 都很容易想象 你想一下 你的所有的交易 都在他的掌握当中 你花的每一分钱 他都知道 如果他想知道的话 他一秒钟就可以查到 这就是 数字人民币会强化 中共的数字极权工具 这是第3个 第4个 我们来讲讲数字人民币的政策目标是什么 这个我觉得要知道 第1个 这是他的初衷 就是他一开始设计数字人民币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争夺支付市场 份额 当支付宝也好 当微信支付 成为中国支付 第3方支付主体的时候 也就是说 全中国的 现金流 95%掌握在这两家 第3方支付公司的时候 人民银行就发现 他的这个货币发行的这个渠道 等于在人民银行的现金货币发行渠道当中 加了一个罩子 这个罩子就是支付宝跟微信支付 人民银行不能忍 他认为他是 他是对他的货币主权的一个僭越 所以这是人民币 人民银行为什么一上来就要搞 数字人民币最积极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 在全世界范围之内 第3方支付最发达的国家就是中国 所以 为什么中国会有第3方支付最发达 因为中国的金融业落后 中国的金 中国的金融业 在 在这个主要的经济体当中 他是最落后 为什么 因为国企垄断 国企垄断他就落后 他落后才会给第3方支付这么大的空间 这个当初支付网也好 微信支付出来的时候 你一看这个啥都没有啊 啥都没有那我就 跑马圈地 所以这才会 被第3方支付 你想美国有没有第3方支付 Paypal是很厉害 但是 主体还在金融机构手里 所以 所以这是人民银行上来要搞数字人民币的初衷 就是把第3方支付的这个市场份额 给他削减 把这个货币发行的权利 他实际上就是跟货币发行的 权利是有关系的 把他抢回来 这是第1个 第2个就是强化 强化数字极权工具 实现对 中国人的全方位的人身控制 控制了你的钱 我能控制你的钱 其实他现在也能控制你的账号 你想想看 前一阵子不是这个 像这个像浙江义屋啊 温州啊这地方 出口发达的地方 突然一下他账号被 被这些公安 公安局给冻结了 说冻结就给你冻结了 为什么 说涉及到那个洗钱 然后你来交钱吧 交15% 我就给你放心 不交钱 我就给你冻着 你说这些都是 很多都是做生意的 这叫什么 这叫数字 数字极权工具 那你现在 当然人民银行发行数字人民币 人民银行就把所有东西全部捅在手里了 但是现在其实他也是有 也是行的 想冻结你的钱 就能冻结你的钱 第四 而且现在 现在是市一级的公安局 市一级的公安局 就能冻结 就有权限冻结你的银行账号 以前 以前没有这么说 现在就已经有这样 市一级的公安局 就可以冻结了 让你想想看 第三个 抵御 跨国平衡币对人民币 货币主权的侵蚀 这是个防守性的政策 策略 之前这个Facebook曾经准备推出一个 数字货币 Facebook最早是想推出数字货币 后来发现不行 他发现一个数字货币 会被 所有的中央银行抵制 那怎么办呢 Facebook就改 我就不发行货币 我发现什么呢 我发现平衡币 平衡币是什么 平衡币是以货币 一篮子货币为基础的 发行基础的一个平衡币 其实是一种代币 比如说我这个一块钱 里面包括什么呢 包括80%的美元 包括5%的欧元 1%的日元等等 他一篮子货币 这笔钱呢 他是放在储备的 他是有准备的 他是用发行这种平衡币 这种平衡币呢 如果发行出来 真的出来的话 对一些弱势的货币来说是有巨大的冲击力 但是他现在还没出来 对于中国来说 非常具有威胁性 为什么 因为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 当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的时候 如果出现一个平衡币 这个平衡币可以全世界跑的时候 你想想看 对人民银行来说 那绝对是胆战心惊 所以这件事情 所以人民银行为什么 全世界最积极推动 数字货币的是中国人民银行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人民币作为一个主要的经济体 他的货币是不可兑换 当他不可兑换的时候 他就担心 担心什么 这个世界上 如果突然出来 出来一个平衡币 这个平衡币跟着Facebook这样的流行的 App跑的时候 对人民币的威胁那是非常巨大 所以这是一个 人民币尽快的推动 数字货币 目的就是要抵御他 在他来之前 我尽快的干什么 我尽快的把市场占住 大家已经可以用我的钱 数字货币来交易了 好 以这个为前提 你再对我有影响 有影响 但是影响可能没那么大 这是一个想法 第3个是什么 第3个就是有一点进攻性的策略 就是为人民币跨境支付提供条件 人民币跨境支付有意义吗 有意义 比如说游客去海外消费 跨境支付直接刷 银联 刷银联卡 可以让这种消费更顺畅 但其实跨境支付呢 它是要营造一个条件 要把这个所有的条件 全部打通 你全部打通之后呢 你才能实现跨境支付 因为你的货币是不能自由兑换 你不能自由兑换的货币 你需要建立一个 重新建立一个特定的 支付系统 或者是兑换系统 你才能完成这个动作 比如说你跑到日本去 日本的这个支付就已经打通 它打通之后你直接拿银联卡在 日本的百货公司可以消费 它这个消费一消费呢 它就自动后面就已经完成了兑换 所以这个问题 跨境支付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有一定的帮助 但是人民币国际化有一个必要的条件 什么条件 就是可兑换 也就是说人民币 必须在可兑换的条件下 才能实现 这个人民币的国际化 就没有实现 这个自由兑换 人民币的国际化 你可以去试 但是 并不可能实现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大规模的 条件 实现大规模的条件 所以人民币国际化其实是一个 我们不能说它是伪命题 但是只是说说看而已 你想一下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它的货币是不能够自由兑换的 它可能会发生一两千亿的这个跨境支付 但是对一个这么大的经济体来说 这一两千亿的跨境支付 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它不会改变 中国的资本流动的这个状况 就是说你的资本在国内是出不去的 如果你想可兑换的话 意味着中国人 中国的资本 在中国境内的资本 会流到外面去 那中国会 开放吗 不会 可见的未来都不会 所以数字人民币提供一个跨境支付的条件 仅此而已 它不会大规模的推动 这是第四点 第五点 提高人民银行市场监察的工具和手段 你想一下 当数字人民币大行其道的时候 人民银行就有一个监控工具 监控中国经济在哪个环节交易情况怎么样 他一秒钟就可以调出来 这就是一个对市场监察的工具 也是一个手段 那当然 他会更真实的掌握 经济的动态 这就是 数字人民币的一个分析 第3个主题 我们讲讲 又讲冒 现在好像 总是多了 中国各地强制接种疫苗到底是谁干的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网友持续在爆料 爆料报什么的 中国各地推出了各种各样强制 接种疫苗的政策 包括出行 你要是不接种疫苗 你不能够上火车 不能上飞机 不能坐公交车 出行限制 然后就医 你不能去医院 去医院得接种疫苗 不能就读 上学的小学生 中学生 你父母得接种疫苗才能上课 否则的话你都不能上课 然后上班 如果你不能够没有接种疫苗 你连这个办公楼都进不去 你上班都上不了 甚至呢什么购物啊什么 这个超市啊都不让进 甚至小区也不让进 反正总之 总之 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措施 强制接种疫苗 这件事情 已经发生了一两个月 那么今天我看到这个第一财经报道 他出了一篇新闻稿 意思就是什么呢 意思他说这个 今日一些基层地方 出现了不接种新冠疫苗 不能出行 不能进商场 不能出摊 不能进医院之类的通知 使得新冠疫苗接种以保护个人的预防行为 变相成了强制行为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然后第一财经的记者呢 就从 国家卫健委相关部门了解到 新冠疫苗接种依然遵循知情 同意 志愿的基本原则 未接种者不影响出行等个人事务 然后他报道说 说这个 中国现在仍然处于这个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的 常态化防控阶段 然后呢这个新冠疫苗是有效防控疫情的手段 然后局部地区出现了对未接种疫苗 群体的限制通知 这个卫健委已经关注到 并及时予以监督和规范 他说 对于强制手段接种新冠疫苗的问题 在4月11号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记者会上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说了一句话 他说呢 个别地区 在疫苗接种工作中出现了简单化 甚至一刀切的情况 必须与与坚决纠正 这条新闻就是这么 我就想把这新闻分析一下 你可以看这条新闻的态度是什么 这条新闻的态度就是 对于各地强制接种疫苗的问题 卫健委肯定是知道的 4月11号 现在已经是7月中 4月11号已经说过 说了一嘴 然后中间发生了 现在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 其实各地就 强制性的措施越来越严格 说明什么 说明米峰那句话就跟放屁一样 完全没有意义 完全没有 这是第1个 卫健委知道 然后呢 他也重申一下 重申一下 基本原则就是知情同意志愿 但是呢 而且他说的是 接种者不影响雏勤的 个人事务 他说不影响是什么意思 不影响就是 他也不说不能影响 他说不影响 不影响就是不会影响的意思 不会影响是什么意思 就是意思就是没发生这个问题 这其实是一种狡辩 也是一种话术 那说明什么 说明这是一个态度 卫健委呢 就把自己的责任撇清 意思就是 我的原则还是志愿的 我的基本原则还是志愿的 他知道这个事情 当然 他也没有大力的 大力的整治 大力整治当然不会这么报道 这么报道 那怎么行 这这么报道 肯定不是大力整治的意思 他 这种报道的形式 意思就是 卫健委要把自己的责任撇清 我还是志愿的原则 我没有强制要求 我没有要求强制 他把责任撇清 但是 他没有去制止地方 他没有 正式的去制止地方 强制 接种疫苗 这是卫健委的态度 一方面把自己责任撇清 另外一方面 他基本上不制止 不制止是什么意思 不制止就是众容 对吧 作为 作为国家的主管部门 你只是重申了一个原则 你没有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 控制 那就是众容 这是第1条 第2条 卫健委对各地有要求 什么要求 当然就是疫苗 疫苗接种是有要求 不仅有要求 而且还有进度 有指标的 这个很重要 我们在之前 有网友问我的时候 我随口打一下 但是我没有想得很 很周到 肯定是有要求 就说各个省 打多少 这个 有指标 有进度的要求 而且 大家记得 从去年到现在 中国各地疫情防控 高度政治化 高度政治化 经常出现的情况叫一票否决 这你要没干好 一抓住 就地免职 基本上就这样 所以对地方政府来说 疫情这件事情 压力山大 不敢怠慢 所以 所以如果卫健委真的有指标 有进度的要求的话 对地方政府来说 那就是绝对的动因 因为一不小心你没搞 你不小心没搞好 可能就翻了翻船了 所以地方政府那非常积极 动力非常大 跟什么有关 跟沐沙帽有关 这就是 这是 这是你可以看到 中国各地 中国各地积极的在推动 强制性的 接种疫苗的各种措施和手段 核心问题是什么 核心问题就在这里 就是 国家卫健委 给地方政府 下指标 下任务 下进度 地方政府 不敢不从 所以使劲的推 所以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又送鸡蛋 又送 又送大米 又送食物油 原因是什么 提供誘因 但是提供誘因 你得花钱呀 地方政府想想这个钱 花钱那得花多少钱 怎么办 强制措施最好 又省钱又省力 多好 逼得他不得不去 所以呢 所以这件事情的 主要的构成就是这个构成 什么构成 就是卫健委下任务 下指标 地方政府 赶紧 赶紧上 否则的话后果 吃不了兜子走 这是第2个 第3个是什么 第3个就是目前中国官场的这个风气 就是叫躺平 躺平不是不干 官场上的躺平 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是什么 如果你提出要求 好 那我就撒花的干呗 什么意思 只要你提要求 行 我就使劲的喊 我就使劲的干 往死里干 对他来说没有问题 他接到一个任务 把任务一分解 5个部门 是吧 10个部门 一人分多少 习近平现在的这个 做派就是什么 压实任务 100个任务下来 10个部门 一人10个分下去 然后记住 这10个按照什么时候你得完成 你完不成 提头来见 就地免职 反正你这么对我 我就这么对下面 现在就是官场就这个意思 那底下也是一样 一层一层下去 层层往下压 当你层层往下压 卫健委压到省 省再压到市 市再压到各个部门 然后各种措施 百花齐放就出来 就是这样 就是不管 不管不顾 所有的东西都不管不顾 我只 我只针对上面给我的这个差事 我就出 我能出 根据我手上的权利跟资源 我就往死里弄 弄到了 搞定 好 我就过了这一关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基本上 现在官场上 四个字叫不管不顾 不管不顾 口号喊着山想 不管不顾 也不帮你多想一下 至于说中间有什么政策上的问题 不管 这是第3个 第4个 出钱的问题 这个一碰到钱那就不一样 这里面有个问题 之前网友提醒我 我就想起来 疫苗的钱 原来说疫苗的钱到底谁出 后来才知道 疫苗的钱 政府一分钱不掏 谁出 社保出 社保的钱哪里来 社保是我们自己交的钱 老百姓交的钱 老百姓跟企业一起交的钱 由社保往里面出 社保往里面出 钱的问题解决那就好办了 那这个疫苗厂商 那不就使劲 在政府后面往前推吗 因为你使劲打 我这有钱收 而且收得到钱 因为社保那么多钱在里面 那这里面就 打谁的 打多少 这中间就有利益的关系 那政府 政府官员在中间 那就能够上下其手 都有好处 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中国各地 强制性的打疫苗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结果 你看到的是一个综合性的结果 它充分反映了 当今中国的一个治理特征 国家治理的特征 是什么 调动一切资源 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什么意思 出国的疫苗不行 没有保护性 全中国在调动一切资源 在打疫苗 打这个疫苗是没有保护能力的 这就像什么 这就像党史学习 调动全国的力量 全社会的资源 组织大家去党史学习 学习 这件事情是什么 洗脑 对老百姓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这就是 强制性打疫苗 因为你没办法 甚至 采用强制手段 目的只有一个 领导高兴 就是这样 这就是 所以强制打疫苗非常能够反映 当今中国的这种治理特征 这种治理特征往下走 这个国家不崩溃才怪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三个主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 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 请大家不要聊天四个 情况 问题 观点 情绪 鸣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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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王老师兢兢业业 总是带来最有时效的新闻 以及客观全面的解读 谢谢 谢谢 蚂蚁金服和数字人民币有业务冲突 甚至替代关系 如果蚂蚁静脉上市成功 将来推出数字人民币需要取缔支付宝 或者是 收编国有就很麻烦 因为不能 因此不能放行 观点度不大 观点 美国上市的公司 必须交付审计原稿 这应该才是中国打击 所有海外上市的原因 数据安全只是借口 重点是审计原稿交出去 美国的会计能够推算出中国公司的实质价值 很多修饰的虚胖 将一览无语 中国经济一片大好的实况 将无法继续推下去 也没有关系 为什么 这件事情去年已经发生 所以现在讲数据安全跟这个审计原稿的问题 有没有关系呢 没有关联 我认为是没有关联 它不是因果关系 审计原稿的问题 实际是会计凭证 其实讲到底就是我们叫会计凭证 会计凭证中国的这个会计法里面规定你不能够离境 不能离境呢 但是这个美国的PCBOB PCBOB 我上次说说AOB PCBOB 他是要求 他的审计要看底稿 底稿就是会计凭证 那这两个法律是对 对抗 这两个法律是对抗 那跟这个数据安全没有关系 数据安全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这些互联网企业 他们掌握了大量的用户数据 那么中共的出发点就认为这些数据是我的 跟我有关 你不能给你看 那跟这个会计底稿没有关系 观点 在国内时最早只能电调 出租车 效率低 等待时间久 遇到高峰期 基本打不到 后来滴滴快车等出来了 一下觉得出行方便很多 实用体验也很好 这些新鲜活力的民营市场 市场经济一再遭打压 就像前不久的阿里 终将损害的是整体经济和每个老百姓 是这样 是这样 观点 中国政府不只是要惩罚 滴滴和其他不听话的企业 也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切断中国科技企业和华尔街的联系 情况 在股票交易中 大户想出货 最好的情况是在股价不断上涨的过程中出售 那个时候接盘的人比较多 交易量比较大 给大户提供最好的卖 出卖的机会 现在滴滴的大股东门肯定出不了货 另一个原因是现在滴滴刚上市 大股东门还没 还没有解禁 没有办法卖出 是的 大股东门现在都是 都是在禁售期 但是也有一些没有禁售 有一部分股票是没有 它禁售 它通常是一定的比例 观点 数字人民币虽然技术应用上是领先 但相关的法律 国际税务合作 反洗钱框架措施等实施 实施等方面 还有极其大量的工作没有做 相对于资本管制和汇率市场化的硬缺陷 这些软性条件更加是推进国际化进程的关键障碍 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障碍就是自由对话 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 人民币国际化都是个伪命 观点 数字人民币会产生三种情况 第一 隐私这个东西基本上在中国不存在 现在就不存在 第二 以后不能去特殊场所消费 第三 政府要搞你时候 你会多出很多奇奇怪怪的消费 然后变成法庭证据 以后不用违纪违法的形容词了 我今天在 在推特上看到一个很搞笑的东西 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搞笑东西是什么 这个搞笑叫 嫖娼被拘留的日子 这是一个网友在上面写他被拘留的这个一个日子 他说他是96后 然后谈了两个女朋友 觉得很累 然后呢 就身边的同事30多岁 经常去洗脚 跟他聊洗脚什么事 后来呢 真去了一趟 一发 一发不可收拾 他就不说了 他说呢 事情是去 14月份发生 然后他就找 客服介绍 找了一个东北妹子 1米8 发生过两次 完了以后呢 一个月之后 妹子被抓了 妹子被抓了以后呢 警察就拉 拉微信 支付宝 转账记录 然后就直接就把他带走 然后去了以后呢 一看 已经一起去的有五六个 都是同一个妹子 同一个妹子带出来 就是这样 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 不用数字货币 现在 一样可以发生 大家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 就是 把数字货币出来之后 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告诉你 你现在想到 你数字货币想到的 这个人民警察们 现在全部都可以实现 不需要等数字货币 我说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数字极权工具 当然数字货币出来之后 他有更强 这个工具会更强大 但是不是说他现在就没有 现在这个工具是有的 观点 传统纸币上有编码 可以追踪 有限追踪 但存银行就没有编码 现在数字人民币又有了编码 数字人民币有编码吗 而且每块钱都有主人的信息 想想都可怕 他不是比特币那种去中心化 相反是高度中心化的货币 是的 他不需要编码 他有交易记录就行 大家记住一个叫 电子痕迹 只要有电子痕迹 都能够追踪 实际上是一样 你数字货币是什么 数字货币你只要有交易 就有电子痕迹 这个电子痕迹 他就可以通过这个电子痕迹 追踪到你 就是这个妹子 这个妹子 追踪到 打开支付宝 一笔一笔交易 这是谁 把这个人抓出来 捞出来 一个个 谁都跑不掉 只要有交易 只要有电子痕迹 谁都跑不掉 一样的 你可以展开想象的事吧 我告诉你 全部都能实现 警察要抓你的话 现在的情况 观点 央行的数字货币只能算是新一代银行账户 他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解决白皮书所说的问题 好吧 那 只是为了你说的那个 好吧 我们同意你 行了吗 观点 加密货币是投机项目 不是常规意义上的货币 至少在目前来看 去中心化无法形成统一的价值体系 所以加密货币的种类越来越多 各自 各有拥顿 但看不出哪个有取代货币的潜能 价值变动太大 而且如果加密货币能够分拆 0.1 0.001个 所谓的稀缺性其实也不负存在 我同意这个 我同意这个美联储 其中有一个行长 对加密货币的定性 是什么呢 加密货币 它不是货币 它是资产 资产呢 资产 它不是货币 因为它不能支付 不能支付 怎么叫货币 那有的人说 有些地方是可以支付 有些地方可以支付 法常性是什么 什么叫法常性 就是有法律偿还的条件 就是说 当我付这个钱的时候 你不能拒绝 所有人都不可以拒绝 所有人不可以拒绝才叫法常性 加密货币能不能做到 加密货币当然不能做到 加密货币的支付是有条件 有限制的 所以它不是货币 它只是资产 这个我觉得这是没有疑问 把加密货币当作货币来判断 这是一个基本常识的错误 提问 请问王老师 数字人民币会不会让央行跳过商业银行 直接让蒸发的货币进入市场 不会 不能够 人民银行或者是任何一个中央银行 不是人民银行 是任何一个中央银行 它货币发行只有一个对象 是谁 商业银行 它只有一个发行对象 叫商业银行 如果它发行对象增加了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它的货币体系会崩溃 OK 提问 请问王老师 数字人民币的海外交易 是在人民币离岸市场结算吗 还是回到北京 数字人民币即使走出国门 也只能在四个离岸中心使用吗 不是 不对 你忘记了 你忘记了互联网的特点 互联网的特点是什么 互联网的特点是 只要你在网络上 任何一个点 A点跟 B点 他们是没有距离的 互联网的特征 什么意思呢 当你拿着一个手机的APP 人民银行的数字钱包 你跑到纽约去 你从北京跑到纽约去 然后你就跟他说 我要买这个面包 对方也有人民币的数字钱包 你就直接在当地 就在纽约 把人民币给了对方 对方用人民币的数字钱包 接了这笔钱 这个交易就完成了 理解吗 所以你说什么海外离岸市场 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如果那个人 如果那个人 他在 他收集了一堆的数字人民币的时候 他可能有个朋友要回国 他就跟他一口气换了 你要换人民币什么 我这里有人民币 把这个数字人民币给了他 然后那个人就把他给了一堆美金 那个人就拿着这个数字人民币 又回到北京 又在北京花了 或者是他去其他地方同样的场景 花了 就是这样 所以所谓的走出国门 因为 当你是数字人民币的时候 其实你是不存在国门的 因为A点跟B点是没有距离的 因为他是个在线的支付工具 OK 再消化一下好吗 情况 国内对外汇的管控越来越严格 我只是给美国朋友汇4000美元 美金 地方工商银行开始卡我 要求提供我和收款人驾照来实名制 我说涉及对方的隐私 而且金额缩小不提供 银行直接把钱退回我账户 无奈妥协 情况 家人在北京 小区设立住户群 然后在群里要求所有人必须报名打疫苗 不打的必须提供证明 比如有慢性病或者是 过敏诊断令 普通人和干部打疫苗不同 普通人打科兴 干部打的那个牌子很奇怪 我们也听说 但只打一剂 OK 还有这样的等级差别 情况 最近连续看到多地硬性规定打疫苗的新闻 这让目前还没有接种疫苗的父亲 很恐慌 他糖尿病 外加冠性病 放了几个支架 不敢贸然打疫苗 但是目前总看到这种新闻 又怕 出不去 影响出行 甚至以后怕想打不给打 今天看新闻说开放3到17岁青少年接种疫苗 他很担心孩子们也会被强制打 风险不明的疫苗 同时也为不能够 不能及时不愿意接种疫苗的处境感到难过 OK 观点 我从事疫苗研究10年 中国疫苗接种无效或者是低效的疫苗有巨大的风险 人们会失去防范意识 开始不戴口罩聚集 口罩在疫情最糟糕的时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保护效率大于80% 去年冬天流感都消失了 就是口罩的保护 所以 一再和家人强调 戴口罩 洗手 消毒 观点 强制打疫苗已经4个月了 中央能不知道 现在才出来说 只不过是道貌暗然 装个逼 他不是现在说 他当时4月份就说 他就把自己关系撇清掉 情况 我在一家德国公司的美国分部 15年前德国老板说 中德两国经济互补 德国生产设备 中国购买设备生产商品 我们公司生产造纸设备和数量焊接设备 中国的分公司在东莞 叫比诺 三年前 东莞分公司的中国总经理辞职 和他一同辞职的有整个技术部和销售部 他们创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公司 去年我们这家德国公司破产 提问 对外 数字人民币很难国际化 是他本身没有信用造成的 但对内CCP的角度来说 有没有动力把它设成控制外汇 外流的工具 也就是说 房地产买卖必须用数字人民币进行 然后不允许兑换外汇 这样就避免了大量的外汇的外流 如果 如果我们没有金融常识的话 我们不要去做这样的假设 好不好 很搞笑 那我也没办法纠正 你说呢 提问 中国上半年经济数据出炉 显示消费萎靡不振 请问王老师 打击房地产和教育产业 会对提振消费有帮助吗 没有帮助 没有帮助 提问 据说 打击 教培行业的其中一个原因是 想说是提高出生率 老实讲 提高出生率直接把所有的币运套 卖币运套的机构全给封了 不是更好吗 你说呢 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政策这么联系的话 我觉得 从今天开始 把全中国生产避孕套的这个企业全部让他关闭掉 然后不准生产 进口避孕套 和避孕药 中国人口肯定会上升 何必去打击教培行业 你说呢 所以我们不要去这样去联系政策 这样联系政策 我怎么说 我没法说 提问 请问王老师 中英联合生命的签署 核心的原因是不是邓小平的武力威慑 这有各种说法 但我不觉得是邓小平的武力威慑 并不是这样 中国人 这是中国的说法 这是中国的故事 你看到所有跟这个有关系的 都是中文媒体的描述 中文媒体描述 我认为中间是有一些 阴谋的 观点赞同王先生上一期 关于我们看待西方对待中国政策的反思 很多国人无论立场如何 在评价西方国家的政策时 都带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思维去判断 支持中共就觉得其他国家不应该跟他们作对 反对中共只要没有一刀切对抗 就觉得西方绥静软弱 但是世界的运作并不止围绕着中国 当认同了自己是西方国家公民 再去看待政府对待CCP的政策时 很多观点会 跟以中国为中心的人的思考方式就不一样 非常对 鸣谢 亲请 谢谢 唐伟 谢谢 Hello Kitty 谢谢 出国留学后 我的价值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于个人来说 国内的环境不理于塑造一个完整的人格 同意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咱们在当üğ蜂子 老板上 请您含什么 赞 请关注 我们的牧场 每个人的牧场 都有些牧场